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8月5日 当踏上修德之路的起步时 必须自服救我 但不要扼杀了心我 随着时光流转 人会逐渐成长老化 您是否在不同阶段中 看到不同样态的自我 无论是纯真、顽固、愚昧或是忠信 借着灵修在信仰中努力活出真实的自己 教宗方济各在接见要理讲授者时 提醒他们在讲课中告诫众人 要当心严苛的态度 并且谨记圣德是来自圣爱之神 这句自语中圣依纳绝分享 在追求灵修成长时 要注意的事项 在修德之路刚起步时 救我必须受到磨炼 但不要过火 以免连新人也遭到恶杀 修德是一辈子的事 不可超之过急 太着急反而造成不良的后果 就好像古人说的 用盆子给婴儿洗澡 匆忙倒水时 连小孩子也一起倒掉 因此在灵修操练起步时 不要过于严厉 只把焦点放在肉体的首摘刻苦上 方法不对 也没有节制 把自己弄得奄奄一息 最后会连做祈祷和行善功的力量都没有 以比喻来说 灵修要培养火热的心 如同洋火 不要因为怕火乱烧 所以就在旁边浇水 最后反而让火也被扑灭了 在做灵修操练时 你如何看待方法和目的 磨练是方法 但目的是什么 换句话说 不要把方法变成目的 就如为刻苦而刻苦 认为刻苦越多越好 圣医纳绝刚开始的经验 就是用守栽的方式做刻苦 以至于忘我 如果没有妇女们幸运地找到她 她就会让自己饿死 因为那时她还不懂 灵修的方法和目的是什么 由旧我转化到心我 需要平衡 一方面需要磨练 另一方面要小心 不要扼杀即将发展出来的心我 这是方法和目的的结合 在灵修操练时 用对方法很重要 另外在态度上也要注意 不要过于不急 在过程中要保持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